鞠躬尽瘁追求卓越 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中做出的卓越业绩 南京大学等九所驻宁高校的师生代表 省社科理论界代表共一千多人聆听了报告会 王强同志的爱人孙卫芳也参加了报告会 欢迎继续收看大型新闻行动五周型江苏企业出海季每周篇 近年来国际木材市场逐渐升温 这也吸引了不少中国资本的眼球 江苏兆元贸易就是其中之一 从接收技术和人力资源到学习先进的理念 从经济介入到社会构建 走向加拿大的江苏企业跨越最初的出海经验 正在创造全新的国际化模式 拓展资源版图 实施品牌战略 发挥集成效应 加快走出去步伐 五周型江苏企业出海季 正在播出 敬请关注 走遍五周 没有哪一个国家